是 多数位台风它有可能成为 近年来呢 第一个直播台湾的台风 那么卫星图当中 我们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整个台风的结构 在今天下午有明显的变化吗 是 就像新美说的 我们也要告诉观众朋友 的确 看看我们的台风 它现在的位置还距离我们的卵比 差不多有1000公里地方 可是呢 其实它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路径 就告诉观众朋友 它现在未来整个发展的状况 其实刚刚透过这个雷达回波图 已经可以清楚知道 它的台风眼已经渐渐的清晰 它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 清台上线 预估在今天晚上 就会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 透过我们的路径图 您可以清楚知道 未来它在北转之后呢 它的角度会是一个关键 目前多个亚洲国家依旧认为 它还是会直扑台湾 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还有我们的气象局也认为 它会在台东登陆 不过未来有几个状况 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来看下一张图 可以比较清楚知道 这个台风 它目前的强度 我们刚刚讲了 它已经是一个清台上线 预估在今天晚上 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不过它在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还可能再增强为中台上线 甚至是一个强度台风 所以我们都要特别注意 那它影响我们台湾的时间 最明显是落在周三跟周四 来看下一张图 可以更清楚知道 就是相关于台风 整个影响我们的状况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情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 它会登陆台湾 可是它登陆的位置 比较偏北一些 可能是会在花莲登陆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它一样登陆台湾 但是比较偏南 或许在台东 或是恒春 屏东这边登陆 可以看一下日本气象厅 它就认为这个台风 它是会在屏东 我们的恒春半岛登陆 但是我们的中央气象局认为说 这个台风 它是会在台东登陆 您不要小看这两个地方 差一个县是不同地方登陆 带来的风雨 就会有很明显的不同 如果说它是在比较偏北的 也许是花莲台东这边登陆的话 当然首当其冲 花莲的风雨会是很大的 台东也是 其次就是北部地区 还有南部的恒春半岛地区 但是如果像是日本气象厅 它的预估 它是在恒春半岛登陆的 最大的风雨 一样是一开始的迎风面 东半部地区 但其次就会是南部地区 还有西半部地区 所以再来我们就要密切关注 到底今天明天 它整个北转的角度 情况是如何 也来看我们准备的下面一张图 我们可以更清楚 告诉您台风的资讯 我们特别做了两个模式 针对电量降水预报的差异 您可以看到其中欧洲模式 它是认为比较南边登陆的 也就是在恒春半岛登陆 所以您可以看到 在它靠近我们的时候 其实整个迎风面地方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地区的雨都会出现 那到了周四的时候 也就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暴风圈 预估会笼罩全台湾 所以全台湾的风势雨势 都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也可以再带您看美国戏籍 美国戏籍它是认为说 这个台风 或许有可能在花莲 甚至在北一些宜兰这边登陆 所以您可以看到 在周三的时候 迎风面地区 尤其北部地区这边的风雨 都是比较明显的 那一样到了周四 全台湾受到暴风圈笼罩的影响之下 全台的风势雨势都是很大的 说明我们提醒大家 现在确实它的路径 还是存有变化在 到底哪边登陆影响都很大 但不论如何 都是冲击台湾非常大的一个台风 请大家要把防台准备做好 再来带您看下一张图 可以更清楚知道 这个台风的威力 其实目前我们特别做的 这张图要告诉大家是 未来这整个台风 影响我们的时间序 从我旁边的这张图 它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它的外围环流 就会开始打到我们台湾上面 也就是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衡春半岛地区 甚至北部地区 所以在周二的时候 或许下半天 有些地方你就会感受到 台风的间歇性风雨 但是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台风 它登陆的位置 如果比较偏北 或是比较偏南 我们刚刚讲了 影响的地方都很不一样 可是不论如何到周四 周三周四这两天 它的暴风圈都会笼罩全台湾 所以全台的风雨都是大的 有多大看看旁边这张电量降水图 这个是欧洲模式 针对礼拜四的电量降水预测 全台湾几乎都接近紫暴等级 或是部分区域的水量 已经是紫暴等级 所以要注意山区图石流 或是有些风势状况 都可能再来一些危险 来看我们下一张图 也要清楚告诉您 这个杜苏瑞台风 我们真的不能够小觑 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也特别做了时间续 这个台风如果来影响我们台湾 礼拜二的时候不排除就会发布 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 海上台风警报会是在周二的上半天发布 而陆上台风警报是在周二的下半天发布 那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四 那有任何的路径变化 我们也会随时帮官员朋友掌握 嗨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吧